第二十五题 酒精完全燃烧后 可产生多少莫尔的水蒸气 那我们看到我们前面评好的方程式是这样子的 那么题目上面说我们取了92公克的酒精来燃烧 方程式长成这样子 就表示我们1莫尔的酒精会产生3莫尔的水 那么92公克的酒精是几莫尔呢 那我们晓得莫尔的算法就是我们的质量 质量是以公克做单位 那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酒精的分子量呢 C2H5OH 那么一个碳是12有两个碳乘以2 一个氢是1总共有六个氢乘以6 一个氧是16有一个氧 所以乘以1 所以这边就是24 要加上我们的6 要加上我们的16 所以合起来就是46 所以我们的酒精的分子量是16 我们现在有92公克除以46就是有两莫尔 所以我们的1莫尔的酒精会产生3莫尔的水 那么现在2莫尔的酒精呢 就会产生6莫尔的水 所以第二主题问我们说 酒精完全燃烧后可以产生多少莫尔的水蒸气 我们答案选的是C6莫尔 是C6莫尔的水蒸气